同學洪亮的歌聲 為2021桃園青年表演樂活動拉開序幕 青年局集結在地六校五系的學生 在11月展開一連八場的展演 邀請民眾一起來看表演 那這個活動我們分成兩大部分 其中一個部分是由各個學校 各自辦理的一個公演跟畢業展演 那這個部分我們青年局 有提供相關的一個資源的一個協助 那我們這邊也會有提供一些免費的票券 可以索取 可以到我們青年事務局的官網 還有我們的一些粉絲專頁 都會有索取訊息 那另外一塊是我們在12月4號 我們會集結六個學校八個科系 共同做一個跨校性的一個展演 這次永平工商表藝科 帶來協和舞蹈音樂與戲劇的演出 主題是藝術回憶及語役的以異役 記者會搶先曝光的演出就相當精彩 回憶的話會有我們學生創作的劇本 來去呈現給大家看 然後第二部分的藝術 會由外面的指導老師 來協助我們編排這三年努力的成果 然後還有第三部分的語役 會是有就是我們會主要主要會是 祝這屆畢業生就是畢業快樂 然後畢業後可以澎聲萬里 然後正式高飛 起今高中則是有音樂科 表藝科跟影視科帶來一系列表演 可以看到同學們三年的學習成果跟努力 我們這一次配合我們表演藝術科 還有電影電視科的畢業公演 那為各位觀眾帶來的學生們 他們三年以來的學習呈現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原本在中立藝術館 那今年我們的表演 改在學校的演藝廳 那歡迎大家多多支持 此外還有裕達時尚造型科 開南電影創意媒體系 萬能時尚造型系等學校的展演 12月4號還有表演藝術跨校發表會 有興趣的民眾都可以上青年局官網查詢鎖票 記者賴維一桃園報導